德国凯撒旅游隆重推出20周年庆典团 东欧五国全景游5月18日出发 带您领略维也纳、萨尔斯堡、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的别致与经验 瑞士南法蔚蓝海岸之旅5月29日出发 陪您体验日内瓦、阿维尼翁、马赛、嘎纳、尼斯、摩纳哥、刘森、苏黎式的浪漫与精致 每团仅需388欧元 单团上线36位 50座豪华巴士全程下榻四星酒店 特别赠送每位贵宾四星酒店特色晚餐一粒 施华洛士奇精美水晶笔一支 以及20周年神秘礼物一份 凯撒20年用心服务 对于制表行业来说 一年一度的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 无疑成了一窥钟表时尚风潮的圣地 每年近2000家参展品牌携带自己最高端 最精致的钟表新品在这里迎接全球检阅 吸引业内各展芳华 迎观者步入圣景 在今年欧洲迟来的春天里 4月25日巴塞尔再次人潮如涌 八天的表展里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 无论是年年光临还是初次造访 2013年给您的观感都是全新的 今年众多高端品牌推出的主打产品 高复杂性机芯仍然是制表商家们 热衷竞赛的一个制高领域 在制表业发展了几百年后的今天 借助今日强大的科技力气 复杂似乎成为彰显品牌品质 与个性的一条幽境 高复杂功能的三问 陀飞轮等等新款表 在展会上平线身影 本届表展上的中国元素表现强颜 中国海淀集团此前 9060万美元全额收购瑞士昆仑表 成为世界制表业的一件大事 在展会现场参观 众多的亚洲面孔与中国相因 让这一点无比突出 此次表展 中国Perfect Time实际杂志主编 钟表收藏家协会理事 常伟先生也活跃于此 作为钟表文化学者 他创立了自有万表品牌长牌 并已组织生产了第一系列的 磁胎化法郎长牌万表 虽然今年我们中国的产团 相当来说只有二十多家 但是它也确实代表了一些 中国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表现 以及中国的中产制造业的一些话题 这一块的品牌以及企业 他们也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走出国门 到更广阔的市场当中 来寻求发展 比如说在巴社这样一个展台 大家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向全世界的买家也好 媒体也好 来介绍自己 来设计自己 同时我们其实也是在展示 自己的一些设计 制造 包括功能 各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成果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中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以及积电 我们不缺我们在设计上的 这样的一些优势 我们也不缺我们在制造上的一些优势 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融入到中表 就是世界制造的这样一个大范围内 最初的想法 当然是想制造 属于自己的社会 但实际上后来的概念 有所改变 就是观念有所改变 那么我希望就是说 不仅仅是源于自己的一个 拥有自己手表的梦 更重要的是 因为很多人关于手表的梦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那么我们就希望搭建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实际上是 整合了中国的工艺师 设计师 以及制表师的一些群体 通过他们的一些项目的合作 来呈现不同的表款 那么当然你可能今天看到的是手表 明天看到的是怀表 后天看到了钟 不同的门类 但是我们始终围绕的是一个中国 同时也围绕着一个中国的文化 所以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品牌 或者说它是一个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当中 呈现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国的文化 那么当然它是通过 钟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载体来呈现的 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价值的取向 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 包括最后项目的收益 那么绝大部分是用来 除了我们的各自的投入成本以外 所有的部分都是用来支持中国的 独立钟表人这样的一个群体 以及支持中国的一些慈善事业 来自中国云南的独立制表人 马敘鼠先生 也在二号馆设立了自己的展台 它的三件作品在这里吸引了 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观者驻足欣赏 尤其造型奇特的 柱状立式驼飞轮万表 让参观者频频发问 成为一款独具想象力的作品 也成为中国除了飞亚达 狼桥等品牌之外 珍贵的独立开发制表 星星之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